我们没有见过面,却因为电波而相识 把你的故事告诉我,就多了一个朋友帮你分担 不管在美国的日子是苦是甜,都有我陪着你 明明信箱 MailboxMeMe at gmail.com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明信箱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有什么话想要对明明说,欢迎给我发email或者是给我的工作手机发短信 我的email地址是mailbox明明at gmail.com 工作手机号码832-847-5372 想要重复收听明明的节目,欢迎登陆YouTube频道 搜索德州中文台来收听我们现场直播以及播出过的节目 在今天的明明信箱里,我收到手机尾号7876的听众发来的短信 短信的数量和这个时间都比较长 可能连续发了几天的时间 那我大概的归纳总结了一下 意思基本上是这样的 那么最生气的一件事情当当是过去的父亲节了 这个父亲节呢,好心好意做了不少的菜啊 这个十几岁的女儿现在是不但不吃饭 还说在外面吃过了 那么老公呢,是过父亲节的主角 吃了几口饭,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 就躲到书房里去玩手机和电脑去了 那么7876说,在过去的两年当中 由于疫情的原因,老公在家上班 他有一个书房 可是呢,上班的时间以外的所有的时间 他基本都挂在网上 所有的生活都在网上 可以说上了网瘾了 那么他一天除了吃饭,睡觉和工作的时间以外 其他的时间全部在手机、iPad或者是电脑上 对自己呢,就好像是一个形同虚设的一个人一样 他说,丈夫一天到晚所有的时间在网上 我一个人呢,还要照顾13岁的女儿 不知道有多疲惫 而最近一段时间,我就一直觉得身体有一些状况 经常是腰酸、背痛、睡眠也不好 而且就是觉得疲惫不堪 累得不行不行的 即使是这样呢,又很自责 13岁的女儿呢,经历旺盛 也有很多的课外的活动 现在又在放暑假 每天要接送孩子 要给他做饭 还要面对着孩子的没有交流 对于母亲也没有一张好脸 所以七八七六也很自责说,明明我不是一个好妈妈 可能我的年龄也不算小 我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和体力陪伴孩子们 我在经我最大的努力去完成一个母亲该尽的责任 给她吃饱穿暖 尽量的忍住脾气,不对孩子发脾气 可是我觉得自己真的支撑不下去了 我疲惫不堪 每天都觉得睡了觉也睡不醒 睡眠质量也不好 是不是年纪大了 全身是酸痛 可是呢,还要完成所有的这些责任 还有一个上了网瘾的老公 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挽救自己 和怎么样去救老公 自己呢,又有一些偏头痛 经常呢,要吃止痛片 可是又担心呢,止痛片有副作用 或者是会上瘾 所以很多时候要忍痛 忍着头痛 还要去尽做妈妈的职责 所以疲惫不堪,疲惫不堪 觉得自己快要熬不下去了 于是说 在父亲节这个晚餐过后呢 就很崩溃 发来短信说 明明我真的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命苦 当保姆还要有人付你钱呢 我这个倒贴的老保姆 给一家人做饭 还得看人家脸色 女儿呢,是饭也不吃 话也没有 丈夫呢,是天天沉浸在这个网络的世界 把我形同虚设 一个疲惫不堪的 七八七六 所以呢,这么多的这个短信息 我已经看明白了 而且也给你回复了 我相信呢,七八七六 此时此刻你也在收音机前 非常非常感谢你的信任 在这样艰难的时候 你能够信任我 把所有的这些隐私告诉我 那么其中一些非常隐私的内容 我觉得大概不大方便 在电台里播报 Anyway,我是觉得 可能你大概觉得自己 现在是世界上不是最可怜的人 也差不多了 其实呢,每一次我都是要说 人总是要看到自己所拥有的 在过去的两年多的疫情当中 有很多的人离开这个世界 生命都没有了 他连现在活着的资格 或者是想要去痛苦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我仍然安慰七八七六 我们只要一天还活着 我们就要感恩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还有机会去享受 作为一个活着的人 所能享受到的很多的人生乐趣 可能你没有看到 可能你已经疲惫不看到 这个没有机会去看到自己所拥有的 那么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一些人不得已犯了罪 在监狱里服刑 这种求生不得求死不得的 活着的人也是大有人在 那些还在战火当中的国家 他们民不聊生 这个家都没有了 然后作为难民逃难 为了一线的生存 你有想象过吗 此时此刻这个世界上 有那么多那么多 比我们痛苦得多得多的人们 可是大家不是一样 还在挣扎着活着吗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总是抱持着一个希望 明天会更好 是的 只要我们没有放弃过希望 你就会坚强的活下去 你就会面对眼前所有的痛苦 因为我们不甘心 因为我们还活着 我们还有机会 明天会过得更好 所以我特别希望七八七六 不要放弃希望 真的 永远不要绝望 我们只要一天还活着 你要庆幸 有那么多生病的人 每天靠吃药打针 维持生命 甚至那些躺在医院里面 靠着这些设备来维生的人 他们是该多羡慕你 羡慕我 羡慕我们这些 还能够健康的 还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所以要珍惜自己 活着的每一天 要好好的去款待自己 千万不要虐待自己 如果偏头痛 就去看医生 以我的认知呢 现在的药物进步很多 尽管试药三分毒 多少会有一些副作用 但是也不要太过担心 头痛了 就该吃药吃药 你就会 马上就release这个疼痛 我记得我曾经有个听众 也是打过电话 多年以前的一个听众 也是类似的情况 他很担心这个止痛片的副作用 忍受着这个疼痛 那你要知道 这个疼痛忍受着之后 你要耗费多少的心力 去抵抗这个疼痛 然后呢 你由于头痛 又不吃药 会造成身体的这些疼痛的感官 你没有办法好好的生活 你也不会有一个好脸色 对你的家人和孩子 所以他们不跟你讲话 或者是一个teenager的孩子 现在这种躲起来 可能也有他们的苦衷 因为一个身体疲惫不堪 到处疼痛的妈妈 我不觉得你的脸色 会有会可能多好看的 对他们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 生活的这片镜子 我们经常自己看不到 他们固然有他们的问题 我们自己也可能有自己的问题 而是自己没有看到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7876一定要放宽心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照镜子的 属于那种比较自恋的人 不管我怀孕就最胖的时候 还是很自恋 照着镜子 哎呀我怎么这么美 其实我知道绝不是这个 天生特别特别美的人 但是你总是能够看到自己的优点 然后呢 这个不管你体重什么样状况 不管你什么样的年龄 这种洋溢在脸上的自信 和你一个心情非常通透的一个人 你就会全身充满了这个活力和魅力 所以我从来不担心身边没有朋友 我从来也不担心没有人喜欢我 因为确实在大多数的时候 我能够保持我比一般的人 从内到外都会更健康和快乐一些 所以你就会变成一个 不是人见人爱 但是绝不是会让人疏远和讨厌的人 那么这一点呢 并不是说要让你感觉自卑 而是说这种一个状况 其实我觉得我也是修炼多年 慢慢才达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 而我非常想和你去分享 也很想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分享 怎么样能够一步一步 在我们离开学校之后 学会和自己好好的相处 去原谅自己 去放过自己 去好好的疼爱自己 我们小的时候有父母的疼爱 我很幸运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当中 是家里的老妖 有疼爱的父母 最疼我的哥哥 还有爱我的不和我计较的姐姐们 所以我没有什么这个原生家庭的一些痛苦 可是很多人呢 小的时候就没有在这种爱的环境当中长大 甚至是虐待的环境 甚至是被父母忽视的这种环境 那一辈子还要用这个后半生 去疗愈原生家庭童年所受到的伤害 真的是好辛苦 可是我们无能为力 去选择我们的原生家庭 那么只有在18岁 在我们独立之后 在后半生当中 用自己的力量 去改变这个恶性的循环 去疗愈自己的内心 同时也不要再把这样的一个负面的东西 再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所以人生之路是何尝的艰辛 又是不容易呢 在这一条道路上 我们一定要学会怎么样去爱护自己 去疼爱自己 都累到这个份上了 都疲惫不堪到这个份上了 就像你说的 当保姆还有人给你钱 还不能给你太多的脸色 在美国呢更是了 这个劳动保护法 可是在家我们却承受着 要干所有的活 还要倒贴钱 还要承受脸色 为什么呢 你今天都觉得不平衡了 这父亲节也过去了 所以我就想告诉你 七八七六 放下放下 真的是时候 好好的休息一下 好好的躺平一下 老娘今天就什么都不干 又能怎么样 天会塌下来吗 那个有手有脚的丈夫 不是整天沉浸在网络当中吗 可以 你不想做饭就不做 有钱就点外卖 没钱呢 就让他饿一顿 你看他饿几顿又能怎么样 能饿死吗 他是个大人好不好 谁说这个家庭的责任 就一定要这个女人 一个人去扛 丈夫有手有脚 他可以做饭 他可以去买外卖 他可以沉浸他的网络 他可以有他的世界 作为成年人 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 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方式 尽管我们说 你结了婚就有责任 有义务要照顾这个家庭 要尽一个丈夫和妻子的责任 可是如果丈夫都不尽他作为一个丈夫的责任 你为什么一定要尽你的责任呢 不要拿这些大框架去把自己变成一个 受在囚龙当中的一个囚犯 我们没有犯罪 我们不欠他的 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 所以 七八七六 我真的要给你一个好好的拥抱 告诉你 你值得一个最好的爱 而这个爱 不能够期望于别人 先要爱自己 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爱自己 你还能够指望别人怎么样去疼爱你 去关心你 去看中你呢 他们觉得一切都是应该应份的 对吗 你做饭是应该的 你做不好吃还要看脸色 你做了我不吃 我也有我的权利 诚然 十几岁的孩子 就像我们现在我也有孩子 经常也要跟老师去商量这个教育孩子的问题 后来也发现了 孩子们天生个性就不一样 我们有18年养育他 教育他的责任 可是 我们并不完全的拥有他 而每一个孩子天生的个性 这个DNA就不一样 我家里两个孩子个性也完全不一样 天生就是那个样子的 你不要想去改变他 我们也改变不了他 孩子如此 老公更是如此 那老公是个成年人了 他不知道做丈夫的责任吗 他如果说沉浸于网络不能自拔 那是他的问题 你有责任去帮助他 可是在你帮他之前 我们这个尼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 你先把自己搞好了好不好 今天累了就躺平好不好 饭不做 肚子饿了就买外卖 去中国城 我经常去中国城 我一累了今天就不做饭 那个县城的外卖呀 一个饭盒又有烧辣 又有蔬菜 又有米饭 一盒才几块钱 不到十块钱 这个经常呢 我和孩子们 这一盒饭就都够吃了 那个不爱做饭的丈夫 你出门呢 要是好就问他一句 要不要我给你烧一盒 我们人质一尽就给你烧一盒 烧了一盒你这次不吃 下一次我就不给你买 我也不问你了 因为浪费金钱呢 你又不说你爱吃什么 我照着我的意思 饭给你买回来了 你饿也饿不死 你不吃是你的事情 所以丈夫和女儿 你都可以这么对待 作为一家的女主人 我这个孩子十几岁 我们不能饿着他 就变成虐待了 所以我没饿着你 我买了外卖盒饭 在冰箱里 你不想热 你就吃凉的 你想热 自己放微波炉里 转一下 你爱几点钟吃 几点钟吃 我不管你 好不好 你不是有的人 teenager还减肥吗 他就不吃晚饭 不吃就不吃吧 我该跟你说的话 说尽了 你不吃饭 你会缺营养 对吧 你健康会出问题 他饿了 他自然会吃 十几岁的孩子了 担心什么 你给他操那个心 这大热天的 做个饭 做一桌子菜 哎呀 我也是个嘱咐 我知道 这有多难 有多累 如果你不是饮桌 也不是很喜欢 做菜的人的话 你这一件事情 真的很辛苦 即使你饮桌 也做饭 做好了 最开心的时候 是我辛苦的 做好了 然后看到一家人 吃饭 看我儿子 我们去农场 采摘这个 西红柿黄瓜 他自己摘的菜 我给他做 西红柿鸡蛋 放一点秋葵的汤面 两个孩子 把一锅都吃了 吃得干干净净 舔嘴抹舌的 这个时候 做饭的人 是最开心的 所以这个天 即使炎热 他们吃得那么香 我这个做饭的妈 也会觉得 得到了这个回报 就是看着他们 吃得香香的样子 所以我非常同情你 辛辛苦苦 做了一桌子的菜 赶上一个父亲节 一个不吃 另一个吃两口 就走人 一句感谢的话 都没有 这个心痛 这个付出 没有得到回报的 这种不公平感 我真的能够理解你 所以事已至此 Let it go Let it go 让这一切都过去 不要再去想了 就是纠结 所有过去的事情和悔恨 这是最不值得的事情 那我觉得呢 付出了这么多 作为父亲节 你也是一个好太太 好妈妈 我给你做了一桌子的菜 我们人治意尽 老娘不欠你的 好不好 只有你欠我的份上 我不欠你的 所以你先把情绪放平 这个事情过去了 然后后面的人生 我们就学会了 付出要有度 好吗 这件事情就是这样 你有没有想过 同样一个父亲节 你今天疲惫不堪 为什么一定要自己 亲自做这个菜呢 你也可以去餐馆里 去买几个菜 如果嫌贵呢 咱们就买那个便宜的外卖 就像我说 这个不到十块钱的盒饭 今天父亲节 咱们多买几个菜 买两盒 对吧 买两盒这个盒饭 这个三菜 三菜一汤 还什么什么 有米饭 有面条的 买两盒 六个菜 这不是也够数了吗 二十块钱不到 解决一个父亲节饭餐 我也给你买回来了 你还得感谢我 我毕竟没饿着你 所以这十几岁的孩子 就像我说 你有饭 我给你买回来了 你有的吃 自己热 你自己吃 自己洗碗 我不管你 所以这样你想想 今天你是不是就去一趟中国城买个盒饭回来 然后自己也不辛苦 也不用抱怨呢 那如果是同样的事情发生了 老公吃两口走了 或者是孩子没吃 你还会像今天这么愤慨或者是伤心吗 我想你的伤心和愤慨都会减少很多 因为你没有付出那一下午叮叮当当的辛苦 顶着这么炎热的烈日在家里 那么热叮叮当当做一桌子的菜 却没人买单 没人来吃 没人给个好脸色 所以我们至少学会了 下一次我们不要过度的付出 也就不会失望越大 这个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是我们先学会的 第二呢 就是说躺平 我觉得孩子十几岁 大概你真的也是人到中年 女人到这个年龄 我现在特别理解 我身边有很多这个年龄的朋友 甚至比我大的朋友 这个陆续到了更年期啊 人在这个人到中年 健康状况走下坡路 进行衰老的时候 本身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更年期激素的这个abandon啊 由于衰老造成的这种身体的健康状况 睡眠的缺失啊 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 顾好了自己再去顾别人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一个是家务活 能够去买盒饭的买盒饭 能够请人 请得起人打扫卫生的打扫 然后呢 家里立规矩 孩子用完的东西放回去 吃完的饭自己要洗碗 或者是放在洗碗机 每个人呢 尽自己的责任 照顾好自己 把自己分内的责任分担了 这样呢 就不会造成一堆家务丢给妈妈 丢给你好吧 或者说女儿不洗碗可以啊 那你这个今天就要帮我分担一些其他的家务 不然的话呢 今天这个饭我也不做了 你今天这个饭你要学会自己做 十几岁的孩子 我邻居八九岁的孩子都开始自己会做饭了 你给他买一些速冻食品 自己煮 自己煮个面 自己这个这个什么微波炉里拽一下怎么样 他觉得难吃 难吃好啊 那你知道难吃了 你知道妈妈给你做的饭好吃 你知道妈妈多辛苦吧 这人的感恩总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才学会和知道的 不要把他们灌成白眼狼 从孩子到老公都不能够灌 灌坏了以后 我们就要自食其果 然后呢 自己辛苦 如果说头痛要看医生 了解每一种药物到底有多少的副作用 那我知道像阿斯匹林吃多了 有时候会伤害伤胃 那是不是就换一种止痛药 然后问清楚这个医生 这些药到底有什么样的副作用 有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 如果没那么大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该服药服药 尊医主 因为忍受着这个头痛啊 哎呀 你可真的是不会有好心情 你很难去focus做其他的事情 然后呢 话会说来 这个疲惫不堪的自己 就休息啊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的状况 那工作如果能够去分担一些 如果家庭的经济不是必须要工作去养活的话呢 可以减少一定的工作量 然后腾出更多的时间去休息和照顾自己 现在英国都开始轮流这个一周四天工作制了 这非常受欢迎 事实上他们的工作时间并没有减少 以前是一周五天每天工作八小时 他们现在是把这个所有工作的时间呢 周一到周四稍微延长一两个小时分担这四天 然后人就有三个整天的时间 是自由的时间 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所以如果可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 这样你不会觉得上班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是一个耗费心力的事情 第二呢 可以想办法把这个工作时间调整一下 能在家办公啊 弹性工作制啊 或者是自己身心状况不佳的时候减少工作量啊 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这个生活里 我们一定要做自己的舵手 掌握自己的这个船的方向 行驶多长时间 什么时候要保养 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人到中年的时候 第一要物是保护好自己 照顾好自己 然后才是照顾家人 不然的话 明天你病倒了又能怎么样呢 明天你想想你真要是病倒了 谁来照顾你 你指望那个天天上网瘾的老公 一日三餐给你端茶倒水吗 想都别想 现在看现在的样子 你就能够猜到明天你病倒什么样子了 那个十三岁的女儿自己还不能开车 你还要给他当车夫呢 你明天病倒了 你觉得他能怎么样照顾你 能指望得上吗 所以想想看最糟的状况 你如果这样疲惫下去 如果这样的身心健康的 这个worth下去 情况就会变成这样 你病倒了 然后没人能照顾你 你会更加的难过 然后那个俩过的会更惨 这就是可以预见的 即将要发生的未来 所以与其等到事情糟糕到那个状态 不如现在呢 先提前的保护好自己 留的青山寨 不怕煤柴烧 十三岁的孩子 大概在有四五年 也就要离开家了 这孩子啊 也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的 一段时间的产物 他不是一个永久的陪伴 我们的一个家人 他有自己的生活 我们该尽的责任 该监督的责任做到了 剩下的事情 儿孙自有儿孙福 不要过分的操心 至于他对你的什么脸色呀 回想回想当年的我们吧 大概你是不是就能够理解得到了 想想 我自己teenager的时候 对我妈哪一个反抗 那个脸色没那么坏 但是也大概把它当成 那几个字一样了 想想看呢 如今风水轮流转 轮到我们当妈了 这孩子对我们也是一个样 一样一样一样的呀 所以一想到这儿呢 大概我们也就平和了 可是在这个teenager的时间过了之后 在我们自己步入社会 知道生活的艰难 在我们自己又当了妈 知道带孩子的艰辛之后 我现在对我妈可好了 虽然我人在美国 不能够回国去尽孝 母亲节 我会从网上给妈妈点东西 我在北京买的房子 是特意为妈妈养老去准备的 所以我觉得人是会在一定的时候 你会再次 尤其女儿会回归跟母亲的关系的 所以人家讲 女儿是有这个回归的过程 尤其是女儿当了母亲之后 她会再次跟妈妈非常的亲近 所以你大概也可以等到这一天 所以不要气馁 女儿有一天会再次的 明白母亲的辛苦和付出的 至于那个上了网瘾的丈夫呢 今天由于时间的原因 我们也没有过多的时间去讲 我可能会在下一期节目 继续跟大家聊一聊 怎么样去帮助 这个上了网瘾的丈夫和家人吧 那么这一点呢 真的是任何上瘾的事情 想从中解脱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现在的生活也真的离不开网络 炒股要上网 工作要上网 所有的事情离不开网络 加上过去两年多的疫情 大家的网瘾中毒就更深了 这个事情真的是要从长记忆 眼下呢就像我说的 先照顾好自己躺平躺平 锻炼身体休息 今天去按摩 明天去约几个闺蜜 喝下午茶 在外面下一顿管子 想做什么做什么 放松身心去看一场电影 现在那个Top Gun Tom Cruise的新电影非常好看 现在票也能买得到了 也不用排队了 我非常建议你去过一过 我们平常的让自己开心的生活 好吗 可能一切就都会在你转变了 照顾好之后就会有转机了 好的 由于时间的原因 今天的明明信箱就到这儿 和你说一声再见了 再次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